273東方日報 雷軍提私有美上市歡聚 2015年7月10日產經B03內地A股連日暴跌 但似乎未打亂美國掛牌中概股回歸A股的部署 昨晚再有中概股的大股東無據市況提出私有化建議 歡聚時代 宣布 接獲董事長雷軍及首席執行官呂學齡向歡聚時代提出不具約束力的私有化建議 當當網易指獲公司大股東提私有化建議 成為年初以來第25家宣布私有化的美國上市中概股 歡聚時代宣布 接獲董事長雷軍 及首席執行官呂學齡提出私有化 除歡聚時代外 今年6月雷軍旗下金山軟件03888 亦宣布尋求私有化在美國掛牌的世紀互聯 中概股回歸調無外根據歡聚時代的公告 雷軍等人提出每份月託證68.5美元私有化作 將歡聚時代週三在美國修補58.35美元有約17.38% 受私有化消息帶動 歡聚時代週四在美國開始早段增升4.58% 建61.02美元 計及歡聚時代及當當網 由年初至今已有25隻中概股提出私有化建議 其中有不少相信是獲得私募基金的協助下 希望退市後以更高估值回歸 A股上市 華爾街分析認為 中概股回A的如意算盤獲售了 為內地A股自6月底下跌至今 空中網 海王星神 及歡聚時代形獲題不具約束力的私有化計畫 反映部分中概股未有受內地股市波動而動搖推市的打算